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請問今天帶給我們的是 好啊 帶給這個 但是要帶給這個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說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懂吃的人 先讓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東西 你做的啊 你拍的還是你做的要講清楚 我做的 而且我教大家做的 好辣 還有這個 這個只是在我的 只是在這些圖片 piece of cake 他們沒有把全部都抓下來 對 所以我非常愛吃 所以我也非常懂吃 所以今天我介紹的東西 一定好吃 非常的好吃 那我是彰化人嘛 那如果我今天介紹幾 這是可能跟大家分享的 不好吃的話 到我的粉絲團來 跟我要錢 取消讚 取消讚 退讚 退讚 可是兩位外國人 你們有吃過肉包嗎 台灣的肉包 當然有 有 喜歡吃嗎 我是就是跟大家一樣 第一個吃炸的東西的時候 覺得太油了 當然是味道是好吃 但是他們的 因為本身它的豬肉是比較油 炸的話 我是不太敢吃 自己 怕太油 所以這個沒問題 因為外國人剛過來 有一些漢字我們看不懂 但你走在路上 會看很多那種透明的小箱子 會有那個包子 可以用紙的說這個 這個 裡面是什麼都是個驚喜 但基本上都可以介紹 它說都是個驚喜 對 驚喜 我今天帶來的這個包子 我可以堪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這間包子在彰化也算是隱藏版的 肉包名就是這一間 肉包名 還有五十年的歷史了 肉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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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就是不用介紹 直接請大家先來試吃 好 不要怕你來拖 它很夠清潔 它好像有包包名 請 還滿香的耶 對 通常肉包咬下去的時候 會乾乾的 但是它裡面就是充滿了湯汁 裡面還有Q溝是不是 Q溝 香菇是嗎 它裡面有肉 然後跟香菇這兩個東西 肉跟香菇聽起來就很 很普通嗎 但我覺得其實越簡單的東西 要做得越好吃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對 也有一點點放酒 酒嗎 有嗎 可能肉裡面有放一點酒 有 一定有 如何如何 我好期待大家 而且我這個就是幾乎是 推薦給每一個人吃 他們都是回口率 百分之一百一千 尝一點看看 它這個皮就很好吃 因為一般肉包皮 其實就爛爛 吃下去也沒什麼感覺 對 可是它吃下去是有一點點嚼勁 然後再加上其實 有一些肉包的豬肉 因為現在它已經不是很熱了 會有那個豬的那種 豬味 但是它完全沒有 然後夢多遠剛剛說對 裡面有淡淡的酒香 跑出來 這一個包子單價你知道嗎 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是一盒一盒買的 一盒多少錢 兩百多 一盒幾個 一盒十個 那就二十幾塊 我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 感覺就是它的肉餡 其實很飽滿 沒錯 大家其實吃東西都是CP值 對 而且花花剛剛說 可能它只要吃一口 但是我剛剛又瞄到 它又吃了第二口 然後說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有點 對 肉包餅 肉包餅 而且它是每天十一點開 開完之後不到四點五點 它就賣光了 每一天 所以一定要過去買 不能說我們在台北 什麼咬分或者網購宅配 對 它也可以網 那它一包餅我們就不用去 可以打電話 對 可以打電話 然後我本來跟他說 請他前幾天幫我寄 他說我沒辦法 可能禮拜五個幫我走 我就說 但是我節目要介紹可以 今天嗎 他說我媽 對 對 今天本來是說比較不容易 但是不要上節目 漂亮 對 漂亮 這樣 對 這些大家如果去彰化的話 大推 看樣子 秦惠也是 下次要選那個彰化線線 好不好 對 在地美食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到了兩位 我們這個外國朋友 來舉牌的時候 好不好 3 2 1 請舉牌 這滿好吃的 是 是嗎 是嗎 市政那個我們 剩下的選手不用出來 這個還不錯 幹嘛這樣子 先剩下的選手 你看他們兩個又舉起來了 對 又舉起來了 所以我把選手 謝謝你們了 因為那個我是 就是你們剛剛講到 我的重點 就是沒有講到 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它的就是肉 還有口感都非常厲害 就是說 因為它本來是 那個肉是有彈性的 然後它的那個 外面的那個 平 對 很好吃 很Q 對 很Q 主要的是 它的本身的豬肉味很好吃 但是這一粒還是裡面的香菇 很香 有沒有發現你們嘴巴裡面 有香菇的香味 有那個肉汁的香味 對 不是 這個很厲害 人家嘴巴裡面有什麼味道 跟你沒關係 不是 不要把你的職業帶到 我們節目裡面來 不是 吃的香菇 香菇 Mushroom 不然你覺得是什麼香菇 不然還有什麼香菇 不好說 小香菇 大生牛 你覺得口感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好 那裡面就很飽滿 沒錯 再加上你肉的話 也要講它的肉汁 有時候吃的話很乾 有時候太多水 就那一打開 就那個露出來 這剛剛好 軟硬式中 沒錯 是… 不是太多那個 麵包不會那種 就有時候會濕掉 爛爛的 這剛剛好 這剛剛好 兩位美食家都很喜歡肉包餅 包餅 那你今天算是滿成功的 對啊 謝謝你們 謝謝你 下一位 沒有 今天再來是什麼 好香 因為我就是台北土生土長 你知道台北什麼不多 牛肉麵最多 這一家就是我常常 大概每一個月會想要回去回味一下 因為那個味道很吸引我 它這個清燉牛肉麵很了不起 因為像外國人來到台灣 我就一定要帶大家去吃 DNM報導說 台北必吃的一碗牛肉麵 就是這一碗清燉的 那它這個湯頭 就是用大量的牛大骨 還有那個牛腥的心塊 加蔥 薑 洋蔥 非常的清澈 但是它那個味道又很夠 就是不會很鹹很膩 但是又保有那種 牛肉麵很濃郁的那個香醇的味道 來 先是清燉的嘛 這個是清燉的 對 這個是清燉的 它一個是清燉 一個是紅燒 那我的這個是紅燒的 我這是紅燒的 好 那你是紅燒的 你可以不用再加辣 或者再加一些醋調味 因為它的味道已經很飽滿了 對 那你那個是清燉的 清燉的 你的湯頭怎麼樣 它的湯頭其實喝起來 有一點點甜甜的味道 就是清甜的感覺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它之前 它在做熬煮的時候 它有放洋蔥 有先炒過 有先炒過 所以它的 洋蔥的甜在裡頭 它雖然很清澈 但是它的味道是濃郁的 對 而且很好入口 這裡面是什麼蛋 這個是 腸心蛋 腸心蛋是嗎 而且它放了迷迭香 跟百里香去炒 所以可能有淡淡的那個辛香料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放了很多那種加工的什麼辛香料 吃起來會覺得很 就是口感很不順 那種感覺 有一些牛肉麵 它會放一些中藥在裡面 對 放一些中藥 就有濃濃的中藥 但你就吃不到原本的牛肉的味道 本身的老油條也是它本身的配件 本身的配件 它就會這樣搭在一起 怎麼了 這真的是非常巧 因為一般來講 老油條有時候搭配火鍋 或者是麻辣火鍋 對 而且總而言之 它可以吸滿這個湯裡面 當然 湯汁很飽滿 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不用去管那些什麼 油脂 脂肪分不量 當你入口那一口 老油條給入口即化 真的是超美味 妳覺得呢 健康管理師 我吃的是清燉的 它的湯頭真的很清甜 就是喝得出來滿滿濃郁的 這種大骨熬湯的那個感覺 就跟妳們一樣 妳也好清甜 謝謝小五哥 請問妳說真的 因為我本身 我的牛肉麵也非常有名 我很會做牛肉麵 一定要厲害一下 對 對 然後這個的湯頭 我覺得它有顏色 大家看到有點有一層油 是 我一開始以為會很辣 很難入口 但是它這個油 喝進去的時候很香 而且它是微微的辣 然後帶出了它的湯頭 所以我覺得它的 我特別喜歡它的湯頭 好棒 我覺得感受到師傅的用心 因為花很多時間在熬煮這個湯頭 沒錯 所以兩位 美食家你們覺得怎麼樣 美食家 我覺得就是最厲害的是 其實你們要講到一個重點是這個 它們的麵 對 麵條 因為它是基本上是 很多在台灣吃的牛肉麵的麵條 就亂掉 就是沒有一個 亂掉 沒有那個口感 但是它是保持的口感 而且它的麵粉用得很好的麵粉 你吃得出來很好的麵粉 咬下去的時候 麵粉的甜味跟香味還跑出來了 而且它們不會打起來 對 不會打起來 對 就是它們 好朋友 因為麵粉的香味來自於陽光 因為日到充足的話 它的香味會比較豐富一點 真的 沒錯… 所以它這個麵粉 可能就是比較特殊的 真的 馬生牛 你覺得呢 這個湯頭我們都說了 這個我都同意 講那個肉的部分 我覺得特別好吃 它好像會有點吸水 應該這樣說吧 就是我每次咬一口 會有一點汁出來 那個汁 湯汁會爆出來 是… 就是它味道很不錯 是… 是跟膩切有關係吧 這還滿好吃 它切的紋路 那個方向有一點關係 之後再那個汁一出來就覺得 好好吃 不簡單 它的肉不會色的 是不是 這兩位外國朋友 已經到了職業級的 好會講 對… 你真的可以用嗎 好會講